久妹那個完全是一個造謠抹黑啦 那久妹吸毒要該去抓去關 抓去熱戒罰錢 怎麼樣我們都雙手同意 但是以依據朋友的道義 欸今天久妹出事了 我不可能說久妹你就是個垃圾 不可能嘛 我剛剛是很多年的朋友 一定是說你就好好面對 希望你重新站起來 我是一個以這個朋友的道義 勸她說就不要被這件事情打倒了 我昨天就是在IG上有說力挺久妹 那就是有被網友嗆說 就是跟交通比起來是不是這個問題 久妹那個完全是一個造謠抹黑啦 我現在很像風向喜人說 我挺久妹吸大麻 其實我在館長直播 曾經酸了久妹十分鐘說 久妹你不要再吸毒 不要再吸毒 不要再吸毒 吸毒是錯的 那久妹吸毒要該去抓去關 抓去熱戒罰錢 怎麼樣我們都雙手同意 但是依據朋友的道義 欸今天久妹出事了 我不可能說久妹你就是個垃圾 不可能嘛 我剛剛是很多年的朋友 一定是說你就好好面對 希望你重新站起來 我是一個以這個朋友的道義 勸她說就不要被這件事情打倒了 而不是說贊成久妹吸毒 那這次完全是斷章區域 非常可怕的抹黑